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部和国台办9号分别做出了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称 美国对台军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应立即撤销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称 美方辞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马小光还表示 再次证告民进党当局 任何邪阳自重 升高对立的行径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果 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中小平日前宣布退出国民党 批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领党无方 并称将劝禁柯文哲参选2020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接受采访时回应称 难道要让他选民意代表才算领导有方吗 暗示钟小平退党的缘由 是因为对党内人事安排不满 那除非是他要选立委 我们就提名他选立委 他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这样就领导有方了吗 大我我们会劝劲柯文哲选择 因为现在国民党没有方向感 国民党的选举如果柯文哲不选 就是蓝绿对决是会输的 我15天以前就传讯息给 我们主席夫人蔡定怡女士 我说我要退党了 因为就是谢谢老板娘的照顾 我也很有礼貌 我们离开党绝不口出二言 他称呼我太太是老板娘 他过去都叫我老板老板老板 他以为叫老板就可以当立委委员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这一定是要公正的 针对钟小平称 要劝劲柯文哲参选2020 柯文哲在面对记者提问时 刻意回避不予正面回应 除了加油还是加油 他讲什么 好了好了 谢谢 未来有更多蓝绿人士在支持你 你会觉得很开心 后面我们要小心 一晚海峡挡不住台湾民众 对大陆的关切 回望祖国的目光却受到重重阻碍 一方面互联网低门槛的发布方式 正成为散播虚假内容的温床 另外一方面 课本也沦为去中国化的优异工具 日前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接受采访 谈起他对台湾教学的担忧 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的许良润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 正将身边的同龄人 引向错误的方向 我们台湾人 其实对中国5000年历史 都会觉得是自己的历史 但是一提到近代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无意识地分开了 这样无意识的区别 真的是无意的吗 这都从历史课本延伸而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学子 已经被荼毒了 这二十多年了 这一二十年 二十年来 许良润直接拿出课本进行说明 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 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在教 首先是台湾史 再来是中国史 最后是世界史 它们是三个平行的部分 完完全全分隔开来 对于学习来说 我们还要额外地自己整合 然后在思想上 我们可能无形间 就已经把它们分隔开来了 这种无意识分离的起点 或许正从1999年开始 自那时起 台当局按照所谓同信员理论 改写了学生们的历史课本 在靠近原信的第一圈是乡图史 第二圈是台湾史 第三圈才是中国史 而后是亚洲史和世界史 在教学过程中 更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等同对待 同信员的理论主旨 正在于将台湾史 从中国史的理论框架中 剥离出来 潜移默化地切断两岸的期待 小说我们课本上都写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民进党它的策略 就是先造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 你生活在台湾 一定要讲爱台湾 你讲到中这个字 就是不爱台 因为中跟台 民进党的说法 它是对立的 其实它怎么会是对立的呢 所以我是板桥人 我也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 这个论述是没有冲突的嘛 语义学上的扭曲与切割 不仅仅存在在课本里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天然毒这件事情 根本是人工毒 是现在的大环境 以及错误的刻纲 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 他们刻意营造的所谓的天然毒 所谓的天然毒是指生于1980年以后 且抱有台独思想的台湾人 这也正与文化台独开始的时间相符 你在这个时候把中国史跟什么东亚史 跟其他的历史连接起来 这么一来就是把这个中国史的分量降低了 完完全全就是彻彻底底的 就是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历史一刀切 让大家完全忘怀了 这个中国对历史跟台湾的一个连接在哪里 两岸都一样 青年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哪有说一个学生不了解自己的根本的一个历史呢 所以他们的齐心是居心叵测的 是另有一个想法的 他虽然嘴巴讲说我不是去中国化 但实实在在他就在做去中国化的一个动作 在台湾高等学府广设 这样的便利令许多学生选择留在家乡读书 却也将他们对外界的了解 全权建立在本地的引导上 台湾广设这个研究所之后 他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大概是24岁26岁 他人生最容易被影响的 这段区块他全部都留在台湾里面 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的亲民 一定要往外走去看 一彎海峡之外 台湾民众需自行拨开云雾 擦亮双眼 才能重新看清那颗从未远离的中国心 美国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 总额超22亿美元 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 对此中方多部门发声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军售计划 正值2020选举 美国为何此时批准对台军售 这又将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美方应立即撤销对台军售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 批准M1A2坦克及可携式侦测防空导弹 与相关设备支持等两项对台军售 总额超过22亿美元 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 第四次对台军售 也是金额最大的一次 对此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 正值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美国为什么此时批准对台军售 这又将给两岸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您好 李鸿好 崔兴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军事专家崔毅亮先生您好 李鸿好 邱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2亿美元 那么台湾方面要向美国买什么样的军事装备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美国国防合作局此次的对台军售分成两笔 一笔是出售M1A2坦克及其相关设备和支持 估计费用为20亿美元 另一笔是出售真次导弹及其相关设备和支持 估计费用近2.24亿美元 据了解 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 也是金额最大的一次 此事传到岛内后 不仅有网友怒斥美国来要保护费 勒索 还有人讽刺台当局 称其就是帮美国倾库存 浪费纳税人的钱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美方辞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应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我们看到此次美方对台的军售是22亿美元 是特朗普上任以来金额最大的一次 其中涵盖了导弹和坦克 那么对于蔡英文来说 在他任内 这是他第几次向美国申请军事购买的计划 而这样的一个军事购买计划 所交付台湾的军事装备 可能为台军提升怎样的战斗力 咱们这一次看到了 您刚才说了22亿 22亿里边有20亿是围绕M1坦克展开的 他所说的相关设备 我们看一下那个清单就会发现 里边除了坦克车之外 还有一些训练设备 还有一些机枪 还有很多的弹药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给这个坦克配套的 训练设施就是帮助你去训练这个坦克成员 所以20亿的大头是那108辆M1坦克 剩下还有2亿出一点头 是这个我们习惯于叫它独次式的单兵的防空导弹 不太长 可能也就这么大个 直径也就这么粗 这么一个载具 一次打完了之后 这枚导弹就废了 这两种装备 我感觉对台军提升在什么地方呢 前一个对现在台军的这种主战坦克类的装备 一定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现在看了一下 台湾只看陆军的话 有小1000辆的主战坦克 那么我们看一下台湾陆军的底子 就会发现 它现在的坦克 主战坦克 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底子的 现在都已经什么时代了 而M1虽然它在美军里边服役的时间 也是80年代 80后不算新 但是美军一直从80年代到现在 一直用这么一款坦克 一直在给它改进 所以拿到现在来说 虽然不是最好的 绝对不像他们说的地表最强 这谈不上 但是也的确是可堪一用 性能不错 尤其是对它那个六七十年代的 这种底子的货来说的话 那绝对是换代的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然后独刺式防空导弹 我个人感觉 用处是有的 但是比较有限 这两种装备 无论是主战坦克也好 还是独刺式的这种防空导弹也好 我们通过梳理它整个清单 这次军售清单的这些装备 尤其是这个坦克配备的弹药 就发现实际上它很可能着眼于 是在水济滩头进行反登陆作战 那么现在就把这个装备 放在整个台军的军力提升里边 以及放在我们视野放到两岸 解放军跟台军之间军力的对比 从这个大的视角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打一个比方 就是台军现在就相当于是 它是一个病人 也是一个伤员 骨折了 然后除了骨折之外 还有一点小感冒 而这个M1和毒刺式导弹 实际上就是给它开的感冒药 有用吗 是有用 也能解它一时的痛苦 但是对于它骨折这个大问题来说 也就是两岸 比如说在反导和空优方面的这种 实力的已经是不对等 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是云势无补的 除了坦克之外 还有导弹呢 还有200多枚 250枚吧 这个针刺导弹 对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它也是在台北附近 保护蔡英文的吗 这个导弹用途其实挺广的 一般的野战里边 对一些 比如说直升机这一类的目标 它是很管用的 但你说战斗机 一般来说这种毒刺是打不着的 使用场景比较有限 实际上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还是在水际滩头 抗击解放军的登陆 因为登陆的时候 一般会有装甲车辆 空中有直升机 这两种威力都很大 它主要是着眼于 在抗登陆这个作战环境里边 针对我们的直升机 去进行一个威胁 那么还有这次军售的时间点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是助选军售 特朗普在这个时间 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那说明是想帮助台湾当局 在选举上造势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么各方的舆论是不是有道理 美国这个时候批准了给卖给台湾 这22亿美元的军售案 它的目的何在 用意何在 第一点呢 蔡英文现在正要到中美洲去出访 过境美国 在过境美国出发之前 美国给了这一份大礼 其实就等于告诉你 它是挺蔡英文的 它是支持蔡英文的 而且只要扮演一个听话的 听美国话的 好用的旗子 美国就会给你奖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正好是国民党在进行 2020年选举的初选 而民进党叙事待发的一个 选举的白热化的阶段 蔡英文确实遇到了连任的危机 这个时候美国除了 她的重要的议员贾德纳 还有AIT的官员 陪着蔡英文扫街 公开表示力挺蔡英文之外 这时候核准这个军售案 也等于给蔡英文雪中送炭 意思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美国公开挺蔡英文 这个是过去 在台湾的选举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美国这么堂而皇之的 公开的力挺蔡英文的连任 这代表了 美国对蔡英文的喜欢 肯定有多么高 可以想见了 那最后一个 美国特朗普不是代表印太战略吗 在印太战略里面 台湾是他印太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 所以特朗普也来做给他这些盟友看 只要你是听美国调度的 听美国话的 多交点保护费 美国说东你往东 美国说西你往西 巩固美国霸权的 美国都会给你一点甜头 给你一点糖果 给你一点鼓励 给你一点摸头 那么这种目的非常的清楚 尤其选择在这个时机点 那么核准了这样的一个军售案 那么美国的司马昭之星 可以说是招然落阶了 既然是美国想通过这笔军售 帮助蔡英文在岛内进行造势 那我们要看一看 岛内的民众买不买账 因为毕竟蔡英文是否能够连任 需要岛内民众投票决定 所以说这一次 有没有可能实现 对于蔡英文的帮助呢 它在这个助选方面 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觉得刚才邱教授 已经分析得非常鞭辟入理了 如果从作战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保护费 的确是说得非常到位 为什么这么说 你买的是美金的限益装备 你比如说M1 真打起来的话 美军要对你进行后勤保障 或者是支援维修这些东西 因为是他现役的 所以他可以最快限度地响应 而且更重要一点 我们也看到了 现在台军里边美制装备越来越多 这些装备很可能在战时 可以有些甚至可以直接 融进美国的作战系统里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不是保护费 什么是保护费 另外一点 是不是去库存 我觉得咱们实事求是说 这得非两笔 那个毒刺式导弹 那两亿多的那个小头 这个我感觉不能算是去库存 因为美军现在也在用 M1坦克是不是去库存 我觉得倒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台军买到的108辆 全都是二手的翻新车 为什么会成为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也非常简单 M1早就停产了 停产了之后 但是美军它比较有心计 它散了好多车壳子 就在它的这个堆放场里放着 那比如说这次买了108辆 美军会怎么做呢 它去旧车厂 把库存的那些旧车拿过来 喷杀三心 然后你不是缺动力吗 给你装上动力 配上炮 别的乱七八糟弄好了 OK 推出来了 就是一个二手车 你说这算不算去库存 我觉得也算吧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 蔡当局连声道谢 大陆方面再次证告 民进党当局 任何邪阳自重 升高对立的行径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果 美方对台军售 向台独势力 发出了怎样的错误信号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那么对于这笔军事装备 什么时候能够交付 可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我们观察 以往美国的对台军售计划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声音含得很大 但是最后迟迟没有办法交付 要拖很久很久 当时可能出于政治的目的 这个政治的效果 有一番显现 可是最后从实用性上来说 那么台军可能很难拿到 这样的一部分军事装备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一笔呢 22亿美金的这笔 这一笔军事装备 什么时候台军才能够使用呢 就这一笔的22亿美元的 以M1 A2主战坦克 为它主体的这个军售案 我认为落实的困难度 应该是不大的 它应该会顺利地进行 倒是接下去 蔡英文更念之在之的 那一个66架F16V的战机的购买 那么可能会延宕一段时间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 这一次的108辆的M1 A2的 主战坦克的军售案 那么会顺利地展开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安部 已经同意了 而美国的国务院也已经核准了 那下面就有几个程序要整 第一个程序是它必须送到 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国会有众议院跟参议院 可是现在美国的国会 弥漫着一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而在美国的国会 也不断地推出 所谓的侵台的一些法案 而在美国国会里面 现在所谓的台湾联系的议员 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国会不会有问题 国会一定会同意 一定会核准的 好 那国会同意了以后 下面就要回到白宫了 那特朗普会不会马上签署去执行呢 去进行呢 我认为也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特朗普正在打台湾牌 他想用台湾牌来遏制大陆的崛起 他想用台湾牌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得到一个美国更大的利益 而且他还想利用台湾牌 来制造他在大选连任中 更多的一个支持 所以基本上特朗普也会同意的 那接下去我再谈到 既然大选在即 美国的政客们 选举就要靠钱嘛 就要拿到钱嘛 而美国的这些政客的政治现金里面 其实来自军火商的 要占很大的比例 这一次的军售案通过了 执行了 那这时候才有回扣可收啊 那军火商有了销售 他才能够有回扣 才能够用金去作为政治现金 给这些要选举的政客用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搭一搧 不会有人反对的 那么既要说对于您刚才谈到的 蔡英文当局念资在资的F16V战机 您说蔡英文特别想要 那么这66架F16V 美国方面什么时候会给它呢 这样的一笔大的军售订单 那么美国方面是会找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来完成它 而美国方面会不会批准 我们知道美方现在一些相关人士呢 也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那会不会趁机来挑起更大的矛盾呢 M1A2的主战坦克它是用在所谓的水岸滩头的一个反登陆作战 而真正的决战的重点是在制空权的一个争夺嘛 那制空权的争夺 如果说台湾能够买到66架美国洛克奇的马丁公司的F16V的战机的话 它的制空权当然就大有帮助 所以那个才是重点所在 可是因为是重点所在 金额也大得多 所以在台湾必须要编特别预算 因为要编特别预算 所以它在立法机构里面就必须要同意 那现在这一届的立法机构的任期已经剩最后一个会期了 我认为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只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肯拿出勇气出来挡这个案子 那在下一个会期 9月开始的会期绝对通过不了特别预算案 所以没有办法跟美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F16V的军构案 所以势必会推迟到明年2月1号 那个时候如果说国民党在选举中得胜了 而且在立法机构里面歧视也过半了 而且里面增加了许多战斗力很强的立法委员的话 那这个案子要通过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那台湾编不出特别预算 你怎么跟美国报价呢 台湾编不出特别预算 那美国这边他即使想卖你 你也买不起啊 因为你特别预算没有编出来的话 单单这66架F16V的战机 要耗费多少台湾的名指名高 说实话 以台湾的人民来说 如果在选举中民进党输了 蔡英文输了 无法连任 那国民党赢了 那新的立法机构的结构里面 那国民党又过半 这时候会同意吗 这时候会同意这样的一个对美国的军购案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F16V的战机的采购案 虽然是蔡英文念之在之的重中之重 但是事实上它的波折势必会非常的多 远比现在我们所谈的 这一个108辆的M1A2的主战坦克 它的困难度要大多了 未来的F16V的军购计划 如果成案的话 还有很多的变数 但是此次美方向台湾出售的军事装备 我们看到 中国外交部是提出了严正的角色 而国台办的发言人 也进行了一番回应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观察 这笔军事装备的出售 对于中美关系带来的一些影响 特别是现在面临岛内选举 一个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 那么这笔军售案的出现 是不是会让台海的局势也变得进一步的紧张 我觉得肯定是会的 因为你想啊 本来这个相安无事 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火的时候 你偷偷说 我这个东西好事 你拿那打它 基本上美国干的就是这种事 那怎么不可能会火上浇油 会让这个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 变得加剧呢 所以说肯定会 但是呢 我有感觉 这种小动作也翻不了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你就会发现 中美之间正式建交之后 实际上美台军售 基本上就没有断过 只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中美蜜月的时候 它可以卖我们武器 它卖给台湾 卖给这个台军呢就少很多 但是这么多年了 你虽然没断过 可是翻了天了吗 好像也没有 尤其是这个90年代之后 我们的 随着我们的国力 和随着我们的这个 军事装备的发展的速度 开始不断提升了之后 就明显的感觉 你再怎么军售 你再怎么美台军售 你不管你输额多大 也不可能逆转两岸之间 这种实力的失衡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只要这个失衡的情况 没有被逆转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可能翻天 这一次台湾方面 向美国购买军事装备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到底能够在蔡英文选举的时候 发挥多大的作用 希望台湾民众能够擦亮眼睛 对于美国方面 向台湾方面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 能够给予一个公正和客观的看待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 大家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